二因子的变异数分析,在分析当中选择一般线性模式当中的单变量 一变数是Y,固定因子是自变数,同时选择A和B 在图形当中将A点到水平轴,B点到个别线,按新增 如果有需要,再将B选择到水平轴,A到个别线,再新增 接着点选继续 在选项当中,勾选叙数统计,效果大小估计值,及同直性检定 点选继续,再按确定,完成全体的分析 要进行单纯,重新点选分析当中一般线性模式当中的单变量 在选项当中,在选项当中,将A点选到显示平均数当中 勾选比较主效应,在选择帮弗洛尼法进行调整 接着点选继续,在点选贴上语法或贴上之后 接着,改写语法 首先在E-means当中,Tables加上V Compare 你顺当中,请开上Compare ,以及選D 选择起来,还要将Compare 括号里面写星号后面的V 接着,将整列复制在贴上 改写为B乘A Compare A 最后选择所有的语法 在点选执行选取范围 就可以进行单纯主要效果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